余香盈將會在3月舉行入行以來的首歌音樂會 這日在記者會中她還即場大唱新歌 余香盈將會在音樂會合唱 余香盈都很擔心到時會感動到哭 新歌沒得比其實是阿妹很好幫我唱和音 因為Jason說阿妹的聲音跟我的質地都很像 不如找她試試唱和音吧 她就幫我唱了和音 其實我這次的Rundown很多時候都是自己量度的 當我打到這一部分 想到這一部分的時候 自己都很怕到時在台上會忍不住哭 我也是一個挺容易哭的人 所以我說話 真是說內心的 我的位置我沒有鋪排得太多 大家都怕我第一首歌完結了一說話就哭 那嘉賓方面會不會有什麼驚喜呢? 暫時確認的是陳雷 因為是跟電影有關的 就是骨妹的時候我認識她 是一個很好的音樂人 她就會和我一起唱骨妹的主題曲 然後就是一些天下一的朋友 天下一的演員朋友 因為自己很幸運有這個機會 就可以有一個音樂show 但是其實有很多演員 都是又唱得又演得的 就會很想叫她們一齊上台 一起jam歌 恭喜白床 小年談談運 身體健康 龍馬精神快高長大 新年快樂 心想事成身體健康 家庭屋 Yeah Happy New Year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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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